哈喽大家好,我是真之貓 寒假和新年的連續假期也到一個段落了 在這段期間,橘子也推出了非常多的 吸引人課金的活動 許多可以有效提升傷害的道具與活動 都在這段期間推出 也因為錯過這次的話 基本上就要再等半年後的暑假了 再加上今年和去年比起來 我個人稍微有在賺錢了 裝備強化的部分一不小心就課了2萬塊左右 不過是以投資之名,行課金之勢 課金之後獲得的效益 我個人是感覺還不錯啦 角色的能力也得到了不少的提升 雖然上次的裝備紀錄是在不久之前製作的 只是現在的裝備也有不少的變化 所以今天這部影片就稍微來說說 經過這一連串的活動之後 裝備有了哪些的更新? 當然的,花的大約2萬塊 只有跟角色能力相關的部分 從這些活動中獲得的道具 賣出之後再購買來其他道具 我就沒有算入花費之中了 好像也不用算入 外觀的部分嗎?還是別問了吧 首先,現在來說說 寒假這段期間 我都把資源投資在哪些地方? 當然的並不是每次都能獲得最大的效益 我有的時候也只是單純的手養 想要抽東西而已 基本上,我資源都會投資在 我覺得賺錢的機率比較高的活動上面 如果賺錢的機率偏低的話 像是金蘋果、時尚隨機箱 除非是我特別想要 或是角色成長必經的道路 例如永久雙鏈 不然,基本上我是不會去抽的 雖然有時候會為了拿椅子 小抽四五顆就是了 永久雙鏈也是因為這個動機 去小玩了幾抽 運氣好抽到的 在近期許多的活動中 我主要是以 愛比香、幸運寶箱和閃現房塊 投資了最多的資源 從中所獲得的東西 稍微經過一些交易交換之後 用所獲得的價值 來提升角色的裝備和各項屬性 愛比香大約玩了450箱 大概花了4000塊左右 比較好我大獎 有一張榮耀雙手魔力 一張榮耀防具魔力 一張救急防具攻擊力 還有白金錘子兩隻 將其他的卷軸的價格算進去之後 大約小賠了一些錢 接著把一些好賣的卷軸先賣一賣 便宜的卷軸全部丟合成之後 弄了6張X4品物和20張X防具物 來幫一些充皺紋的裝備 更換比較好的卷軸 這樣裝備給別人看的時候 也比較好看一點 但是因為第二附屬性的關係 卷軸更換 都是以技術屬性 有加全屬性的部位為優先 其他沒有全屬性的裝備 還在考慮要不要 就直接用皺紋來代替 或是直接用超貴的救急防具物 來藉此衝出第二附屬性 幸運寶箱大約玩了200箱左右 算是其中比較賺的投資 一方面我是想說 開出來的核心可以丟給分身使用 另一方面 大多數的道具 都是有一些公用的東西 前50抽 是想說既然都出了 出過了又要再等很長一段時間 那麼就抽50抽 當作抽了頭 來試試手氣 於是抽到了一張50%傳說卷 但是沒有其他15星以上的卷軸 以這樣來說算是虧的 畢竟有賺有賠有抽到可以擁有東西 至少不是完全水溝 就想說其實還OK啦 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就在我超美法40抽沒有看到一顆 第一排主打的時候 心情稍微不爽的 直接買下了100箱來玩 運氣不錯的 抽到了一張19星卷和一張20星卷 後來又加碼了50抽 只是都水溝了 不過也為了後續的裝備強化 留下了許多的變數 閃現方塊最一開始的時候 我只打算完兩大組而已 只是因為要洗的是職業裝備 屬性要正確 又要3排以上 方塊洗起來的難度真的不低 第一包洗完之後最好的職業裝 也只有30%左右而已 原本想說洗一洗就這樣算了吧 沒想到在第二包的時候 洗出了一個頂趴的全屬性肩膀 雖然這個東西對神偷來說有不錯的效益 但是太高級了 而且給傑諾會是更好的選擇 就想說之後賣掉的話 要重新洗錢呢 這樣又要等半年了 那麼就再買兩大包放著好了 雖然已經有60顆已經被我手癢給洗掉了 剩下的40顆還放著 但是我擔心哪天我會手癢把它給洗掉 這4大包的閃現大禮包 用了Gash商城和橘子支付的一些回饋活動 大概節省了1000塊左右的花費 只是過程挺麻煩的 另外 從閃現大禮包的紅包中 開到了25個秘魯鑄幣和睡衣組合包 之後通通賣掉 大約回收了1500塊左右的花費 角色的裝備也因為有了這幾波的投資 有了不小的增強 這邊就來說一些變化比較大的裝備 第一件是影響角色傷害最大的主武器的部分 主武器的改變主要是在心力和靈魂寶珠的部分 心力主要是透過先錢花了1000塊購買的19星卷 偷渡失敗之後我朋友就跟我說 我免費給你一張19星卷 讓你充20星 如果充成功的話就給他3000塊 我當時心裡想 就算失敗了也是有個18星 卡著用也不錯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 從他收出口的那一刻開始 我就覺得他一定會過 不出意外的他充過了 還順便用MVP給的楓葉點數 幫我點上了22星 雖然是用我的點數點的啦 之後又花了1000塊 跟他買了一張30%的最佳卷軸 可惜這次失敗了 不久之後我又手仰花了900塊 再跟他買了一張30%來玩玩 運氣不錯的就上了23星了 所以我這把武器為了上23星 大約花了6300塊左右 靈魂寶珠則是我用 前面抽到的20星卷加1000點數 跟其他人換來的 可惜丟出來的是7%魔法攻擊力 從丟出來的那一天到現在 我都還蠻沮喪的 不過如果哪天日時可以賺神秘武器的話 那我就發財了 也因為換了武功 我成功的擊敗困難的帶10顆 可惜沒有掉那個 價格和一顆輪回差不多的酷酷的戒指 敷武器的部分也因為 之前的潛能過於尷尬 一哥狠下心來直接用閃圈打掉重洗 洗了大概20到30顆後 就洗到這樣的潛能 也因為是從雙臂一物變成雙物一臂 導致我現在角色的BOSS傷害 感覺有明顯的不足 能源跟過去不一樣的是 我是用另一顆能源來洗 算是為自己留點退路 之前的那一顆 打算等到日時轉給分身來使用 這顆主潛能的部分 使用大概30到40顆的閃圈方塊 不過最讓我驚訝的是它的附加潛能 這是在我挑戰困難帶10顆失敗的其中一場 心情稍微不愉快的時候 看著自己之前紅包抽到的小豬紅包 看過去洗盛的三顆附加方塊 無聊版能源按一按 就用三顆方塊從特殊按到罕見了 稍微隔了一段時間後 看到自己的橘子之父剩下631塊錢 感覺到這是一個暗示 於是就買了一組來聞完 順便從拍賣買了一個小豬紅包 來增加點機率 沒想到的是 就這樣上了傳說 再自費了幾顆方塊 點出這樣的潛能 從特殊到傳說付錢 並洗到這樣的潛能 大概只花了22顆的附加方塊吧 搞得我這幾天都不敢走出家門 剩下的更新都比較偏向小規模的更新 小偷鞋子從之前的兩排幸運 洗到現在的33%幸運 大約花費了半包的閃眩方塊 小偷披風之前也是一樣 洗個兩排能看的就先放著了 這間也差不多消耗了快一大包的閃眩方塊 是我用插防具捲軸強化的裝備之一 小偷肩膀大概洗了十幾顆就洗到了 只是因為是頂帕全屬性 所以之後打算賣掉 再買一個比較簡單的小偷肩膀來使用 賣掉之後再買肩膀 初估可以回收4000塊左右的費用 也是因為這樣 那時候我才會再買兩大包來放 當然的 那也是要有人要買的條件下才能回收 也一樣衝了 3張插4品攻擊力捲軸 蜜蜜龍就只是單純的更換了 13張的插防具攻擊力 天上則是用前面抽到的19星捲 偷渡上20星的 目前正在努力朝22星發展中 剩下的4品的部分 都是少少的幾顆閃圈方塊就搞定了 只是我大多數都先洗到刺刺頂就先停了 屬性不對的話就去跟別人交換 來獲得自己的屬性 在之前的直播進化中 額外丟出來的傳說4品 大多數都洗個刺刺頂 就拿去賣掉來回收一些資金了 把目前現有可以回收的資源給回收乾淨 還有圖中弄到的一些額外的優惠和獎勵 再再簡簡略算一下 這波新年我在強化角色的方面 大概花了2萬塊左右 角色的成長還算滿滿意的 目前角色的狀況只要再稍微提升一下 應該可以磨過珍惜啦 困難帶4顆則是靠著死神項鍊瘋狂的無忍 還有隱約和冒險者劍是傳授的關鍵救援 靠著保了27分鐘的武功寶珠成功的攻略 但是之後要再攻略應該比較不容易 困難陸西達可能需要等到頂商開放之後 才有可能可以獨自攻略 困難威爾只要達得穩一點 基本上是可以通關的 以目前的狀況 我是想以解放創世武器為目標 等頂商開放之後 後面比較困難的門檻應該就可以壓秒通關 武器的部分可能就先維持這個樣子 就先放著了 近期可能會找找看有沒有老黑團可以參加 畢竟要解放創世武器 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 如果能找到的話 這樣就能早一點開始 挑戰解放創世武器的任務 那麼今天的影片先到這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幫我點個訂閱點個喜歡 如果可以的話 幫我分享出去讓你的朋友知道 那麼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